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中共自誇汽車出口世界第一 美媒一錘定音節目後 大逆不道 網傳京東前CEO徐淚言論 綜合報導 北京班時雜腳 陳一新跟李強發改委 外經貿部門利益衝突 沒救了 真的沒救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3日 星期六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1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中共自誇汽車出口世界第一 美媒一錘定音節目後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報導 幾日 中共媒體紛紛報導 2023年中國汽車出口量超過了日本 首次成為世界第一 中國的汽車出口量較上年增加約58%至491萬輛 原因之一是純電動汽車的出口在政府覆制下增加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本著對中共數據造假的自然懷疑 我研究了數據的來源 發現是中國汽車工業協會這個黨組織 這是打著民間組織的官方機構 看看一把手傅秉峰的簡歷 中共黨員 中共高官 簡歷還寫明 勞記協會代表中國汽車產業的根本利益 全心全意為政府服務的使命 這個數據我是不相信的 哪有什麼相對更可靠一些的數據嗎 搜索發現美國媒體CNBC報導說 中國汽車出口全球第二 這篇1月31日的報導說 日本海關數據顯示 該國去年出口了597萬輛汽車 超過了中國海關數據報告的522萬輛汽車出口量 穆里分析公司經濟學家沙拉坦表示 中國許多汽油動力汽車銷往俄羅斯 王篤然表示 比起中國汽車工業協會 我相對來講更相信中國海關數據報告一些 其實 幾十年來 外界都在質疑中共的統計數據 中共卻一直裝傻 多報虛報 憑空捏報 數據打架 都是家常便飯 網友嘲諷中共造假扶貧給窮人送一桶油 發現場圖說 為了送這一桶油開了兩輛車 油費 吃飯 補助共計劃費200桶油的錢 能養活貧困戶一大家人 推主蕭金燦靴 發圖揭秘 中共市容管理人員挨家挨戶產掉 旺鋪出租的貼紙 並諷刺說 因為老爺心善 見不得有倒閉的店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2023年惡名市場名單 中國微信 淘寶和拼多多等上榜 又STR說 中國仍是全球第一大假暴商品來源國 大逆不道 網傳京東前CEO徐磊言論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唐寧報導 近日 網路上流傳著京東前CEO徐磊在朋友圈分享一篇名為 我們為什麼逃不出經濟週期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中 徐磊提到 如果我們仍然認為中國經濟當前的衰退 僅僅是一個經濟週期的下行階段 那麼我們的誤判可能會帶來嚴重後果 徐磊強調 這實際上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和另一個時代的開啟 週期和時代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質 一位名為甘城王的推主在2日發表留言 表示虛雷的言論表明中國經濟的下滑 不是一個純粹的週期性問題 而是一個時代性問題 這暗示了中共面臨著崩潰的時刻 另一位推主LG則指出 治亂星替本身也是一個週期性的過程 沒有什麼能夠永久保持不變 推主Weidak則持不同看法 認為這並不是一個時代性問題 而是中共彭氏騙局無法持續下去的問題 推主Long曲易金發表評論 稱讚徐磊的勇氣 推主Queen則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認為徐磊所指的是中國已經進入了習近平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 在2021年 京東集團發布了一色令人震驚的消息 創始人劉強東卸任總裁職務 退居幕後 由京東零售執行長徐磊接任 這一消息在中港財經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有知名財經評論者冷眼財經指出 徐磊雖然沒有高學歷 但他與軍隊有直接聯繫 據傳他是中共開國元帥徐向前的孫子 出生於一個典型的紅三代權貴家族 他的父親是中將軍協的徐曉言 《台灣自由時報》也曾報導 徐磊曾試圖否認自己是徐向前的孫子 但外界普遍懷疑這一否認 更相信這只是一種自我保護的說辭 北京班時砸腳 陳一新跟李強等等利益衝突 中國美國商會的最新調查顯示 在華德美企對投資前景的預期 和實際利潤抱謹慎樂觀的態度 相對大流行病後已有所改善 但與此同時 中共國安部又有新動作 國安部2月2日以雙語發文 批評反間諜法導致中國營商環境變差的說法是抹黑中國的國際形象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愛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表示 經歷美中貿易戰和大流行病後 不願留在中國投資 或者有避險動作的企業 以撤離中國 謝田說 最關鍵的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對私營企業 外資企業和他們不能完全控制的企業 都有一種天然疑慮和不信任 中國把敵對狀態體現在反間諜法或者其他的方面 不知道什麼時候 中共可能用清零政策突然把你關閉掉 或者是把關鍵人物抓起來 像上次的孟晚舟事件 說你有間諜的危險 突然把兩個加拿大人抓起來 是要殺雞給後看 還有中共在香港做的一系列事情 實際上對外國企業信心的打擊非常大 資深評論人鄭旭光說 安全部的文章是辯護文件 向李家超搞反駁對和輿論戰 這種讓人感覺說國安部門的手也伸太長了吧 這肯定跟李強 跟發改委 跟外經貿部門的利益是衝突 是用石頭砸自己腳 這個就是政府的四肢不協調 每個部門都在做他認為是對的事 結果最後的效果就很差 鄭旭光表示 不同政府部門對外資政策和態度存在矛盾 解釋中共政府的政策混亂和不確定性嚴重 不改變國安和經濟都想要的矛盾態度 難以使外資重拾信心 沒救了 真的沒救了 2月2日 中國股市再次慘跌 當天與5000個股齊跌 上證指數一度跌至2666點 隨後 疑似中共國家隊抄底托盤 上證指數才稍有回彈 最後收在2730.15收盤 跌幅1.46% 工作號香港直通車發文說 繃不住了 A股今天見證歷史 港股蒸發53% 有人在某投資論壇發帖 A股會不會像日本股市那樣連跌20年 網友調侃 不會 我們只需要一年就能達到日本30年的跌幅 也有大維預測A股 港股馬上要迎來一波大牛市 10萬加閱讀裡 9萬都是在罵 而且就在此時此刻 美股 日經 法國 德國股市不斷地創下新高 國外市場的歌舞商品和A股的水深火熱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今天圈裡傳一個基金經理 管理了15億的盤子 面對壓力扛不住 還是選擇跳了 A股罵完 說說港股吧 港股正在陷入40年最大危險 萬萬想不到 港股快要跌殘了 創業版權勢先股 直接毀滅歸零 消費 醫藥 科技 互聯網等成長賽道 通通暴跌70%以上 幾乎只按賬上的現金定價 2018年來 港股有5年都在下跌 2020年至今更是狂跌4年 橫生大盤慘遭腰斬 19萬億財富灰飛煙滅 港股本輪熊市已經連跌4年 更要命的是 今年開年繼續暴跌 正在向第5年發起衝鋒 這種跌法真是喪心病狂 香港房地產沒崩 大蕭條更談不上 股市卻跌出了百年一遇的罕見奇觀 別的不多說了 希望大家熬過寒冬 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今日內容是 阿波羅網報導 中共黨魁去天津 股民悲憤衝塔 網友說 估計生無可戀 綜合報導 軍工系風暴沒完 和燃料領域專家李廣長被查 炸鍋了 城管局長和美女教師車陣身亡 中共官員送慰問品求百拍 老農一怒扔了 新規出台 中共至今仍無法駕馭這些 請點擊右上角觀看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分享您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